佩珊 这屋子 是我特意为你跟孩子准备的 你就安心住下来吧 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的孩子 我欠你的人情 将来会还的 平平安安 我们走吧 富贵啊 来 过来喝鸡汤 来 坐下 喝鸡汤 又 又是喝 喝鸡汤啊 富贵啊 这鸡汤补身体 忍耐一点 一定要喝完的 我 我不 不 不喝 别耍性子了 来 来 娘为你喝 来 我行你 我 讨厌 平平 把你擦干净 安安 你先回房睡吧 你是要陪姐姐干活吗 安真乖 你 起来啦 你们以为自己是大少爷大小姐啊 快点给我起来 急出去 我供你们吃供你们住 还要伺候你们呢 起来 你给我起来 起来 你们俩 你们俩真是的 会吃会睡的 当我谁养猪啊 怎么了 你给我尿床 我叫你尿床 叫你尿床 让你尿床 你这死鸭巴 我让你尿床 让你尿床 你这死鸭巴 让我尿床 好啊 看来你挺会心疼你弟弟的 要我不打他 行 那我打你 我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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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跪下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当我们孙家的童养席 你们以后的日子就别想好过了 我让你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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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死鸭巴 我让你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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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你被欺负 姐姐好难过 我们离开这里好吗 我让你尿床 快点 快 我们爬墙溜走 快呀 快爬呀 男孩子要勇敢 姐姐在底下 会扶着你的 不要怕 快 慢慢爬 快 小心点哦 再爬 快点 姐姐 姐姐扶着你没事的 快点 向上爬 快点 平平 跑了 老夫人 小少爷 小少爷 小少爷他又闯祸了 家辉他又怎么了 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放开我 你这个死老头 放开我了 小少爷 你这孩子 放开我 你这孩子 妈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老夫人 您来得正好 您看您家的宝贝孙子 把我家的小豆子 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小豆子 怎么被打成这样 嘉辉 你又欺负人了 奶奶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乱打人吗 我才没乱打人呢 是他自己 逃打 你 你这孩子 怎么能这样说话的 难道是我们家的小豆子 活该被揍吗 那你让我揍你试试看 你敢 我奶奶在这儿 我就不信你敢揍我 咪 我就说吧 你不敢揍我 对不对 咪 对不对 咪 我就说嘛 你果然是个胆小鬼 胆小鬼 嘉辉 奶奶 是他们欺负我 你得给我讨个公道 胡说 你少骗我 你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去 跟赵伯伯和小豆子 老子道歉 快去 老子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 老子 你给我跪下 奶奶 跪下 跪下 我才不跪下呢 你们都欺负我 我去找我爹去 小少爷 阿王 快去去小少爷 是 这孩子真是让人头疼 对不起啊 老赵 都怪我平常太宠他了 所以他才会无法无天 老夫人啊 恕我直言 你家嘉辉再这样灌下去 迟早有一天会出事的 对对对 你说得对 我会注意的 福管家 带老赵和小豆子去趟账房 看看需要多少医药费 一毛钱也不能少 另外给小豆子包个红包 知道吗 老夫人 我不是来您家要钱的 我知道我知道 这只是代表我们的歉意 麻烦你就跟福管家去一趟吧 赵先生这边请 走 同样是弘家的子孙 为什么平平就这么乖巧懂事 但是 嘉辉却这么顽劣呢 佩珊他们母子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正该去看看他们 这位小哥 请问这家人家怎么了 房子为什么被封了 苗记的将吃死人了 不止这宅子 就连他们整个匠园子都给封了 谢谢你啊 小赵 去苗记匠园 好 怎么也被封了呢 哎呀 老夫人 您身体不好 千万别受刺激啊 不行 快回去 我要问个清楚 老吴 老夫人 什么事这么急呀 我问你 我让福管家 拨给苗记匠园的那笔钱 他来支领了吗 福管家 不是吧 福管家最近没有支付过什么大钱呀 福管家最近没有支付过什么大钱呀 这笔钱是在这儿 没有错 没有错 老夫人 是孤叶支走两千大洋给苗记的 老夫人 您看 账在这儿 王凯成 王凯成 怎么又是他 老夫人 老夫人 钱既然是给二小姐的 那谁支走不都一样吗 要是都一样 苗记会被查封吗 这 一定是王凯成搞的鬼 他真是做得太绝了 想一手遮天 瞒天过海 好啊 这个福管家也真是糊涂 亏我平时这么信任他 居然跟王凯成串通 他实在太过分了 夫人 您找我 福管家 你到我们洪家多少年了 再有一年 就满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了 不容易啊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 才刚成亲 现在呀 都做人爷爷了 是吧 是 夫人 最近家里怎么样 有没有缺少什么 或者有什么困难 谢谢夫人关心 家里一切都好 既然一切都好 为什么要骗我 不敢 不敢啊 夫人 我不敢 我让你拿钱给佩山 你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那笔钱 会让王凯成织去了呢 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 不 不敢 不敢呢 夫人 我不敢啊 你跪下是什么意思 你认错了 不 不是的 为什么 我那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 王凯成他给了你 什么好处 竟连你二十多年来 对洪家的忠诚 也可以收买 不 夫人 我没拿过姑爷一分钱 您要相信我 夫人 那你是为什么 姑爷 她用我孙子 和我姥姥的命 来要挟我 要我不要插手苗记的事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能听她的呀 我自己怎么苦 我都能忍 可是我 我孙子和我姥姥 他们是无辜的呀 夫人 起来 你 你起来吧 王凯成 你真是欺人太甚 你目中无人 什么卑鄙的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 你看我今天饶不了你 夫人 不行啊 什么不行啊 事到如今 你还护着她 不是啊 我是怕她加害于您哪 现在洪家我在当家 我怕什么 夫人 姑爷这个人心狠手辣 不能与一般的人 相提并论呢 如果您把她逼急了 她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呀 她敢 我倒要看看 她有多厉害 是不是连我这小老命 她也敢要 不 对您她不敢 但她可以对大小姐下手啊 您暂时要忍一忍 夫人 对付姑爷这种人 我们必须用一种 万全之策呀 您要忍耐 要忍耐呀 好 好 我继续认 我 可是你要尽快 查出佩山他们一家的下落 是 夫人 您的吩咐我一定办妥 我这就去 王开城 阿阿不可以坐在路上呢 来 快起来 娘我现在好想你哦 阿阿姐姐背着你 娘 我现在好想你 娘 娘 娘 老天爷爷 谢谢您给我们地方睡 而且还给我们没有破洞的屋顶 谢谢您了 我平平给您磕头了 娘 你怎么了 我忽然想起佩山他们母子了 佩 佩山 佩山他们怎么了 娘 朕刚下狱了 佩山和孩子们的日子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家里没个男人 吃饭的时候肯定比我们还要冷静 娘不会的 佩山她和孩子们在一起 他们不会冷静的 对了 对了 佩山那个女儿叫平平吧 嗯 她既可爱又懂事 真惹人疼啊 开城啊 明天 你陪我去看看他们好吗 怎么了 啊 没事没什么 我 我这两天事忙 哦 你忙是吧 既然你忙 我就不为难你了 我叫福管家陪我去 哦 娘 还是算了吧 福管家最近也忙 老是找不着人 反正啊 我已经找账房 之前给佩山他们送去了 我看苗记的危机 也应该解决了 是啊娘 福管家只要一出马 什么事都能办好的 佩山跟苗记肯定会没事的 再说了 我不一直在帮着他们吗 您就别操这份心了 开城啊 幸好咱们洪记有你 要不然我年纪大了 佩琪还在病着 太多的事情 我真是忙不过来啊 娘 我是洪家的女婿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家宝不在了 将来洪家就是你的了 迟早我会交棒给你 娘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和佩琪不能没有您的 我们要好好待您 让您长命百岁 让您 好好好 有你这么孝顺 我真是太放心了 娘 吃饭 好 昨天什么东西都没吃 阿姨一定饿坏了 这米饭给你吧 谢谢 谢谢大娘 平平祝您大富大贵 长命百岁 乖 拿来吧 拿来吧 这不能给你 这是给我弟弟吃的 拿来 拿来 那不是给你吃的 那是给我弟弟吃的 我弟弟已经饿坏了 你不能把他降走啊 小妹妹 乖 小妹妹不哭啊 这个粽子给你吃 谢谢大娘 谢谢您了 真乖 赖我们不哭啊 来 起来 吃粽子了 你怕哪儿去了 孩子怎么了 大娘 可我弟弟不见了 你弟弟不见了 别急啊 大娘陪你一块去找 小心 你们瞎胡见见 你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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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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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别动 别动啊 夫人 请用茶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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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到二小姐下楼了 怎么样 佩山人在哪儿啊 二小姐的情况 情况不好 她怎么样 你快说 二小姐她 她坐牢了 坐牢 她怎么会坐牢了呢 说 事情是这样的 二小姐被一家诊所 性证的医师收留了 可是 他们说她恩将仇报 反而下毒害人 所以二小姐就坐牢了 不 不可能的 我从小就看着佩山长大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她不会做这种事 绝对不会 是啊 我也觉得二小姐 她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夫人 您想 二小姐会不会遭人陷害 一定的 这无凭无据 咱们也不能乱说呀 郑刚眼下还在牢里 现在连佩山也坐牢了 那两个孩子呢 平平安安呢 他们人呢 二小姐坐牢以后 孩子被郑家人赶了出去 现在下落不明 佩山 佩山 娘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您怎么来了 是府管家帮我查到的 佩山 你怎么会扯进下毒的事呢 我没有下毒 我没有下毒 娘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当然相信你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还你清白 让你尽早出狱 谢谢娘 你是我女儿 还说这些干什么 佩山 我都怪娘 娘知道 自从你六岁 进了我们洪家的门 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你一来顺手 你默默地干活 可是你从来就没有一句怨言 娘知道 你的眼泪都往自己的肚子里推 佩山 娘知道错了 娘为过去的所作所为 跟你道歉 娘对不起你 洪家对不起你 你是我们洪家的好娘 你是我们洪家的好媳妇 你们就先在我家住下 等找着了你娘 你们再离开吧 大娘 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哎呀 我一见你就投缘 怎么 你不喜欢大娘 喜欢呀 平平安安都好喜欢大娘 大娘还给我们东西吃 又给我们地方住 哎平平啊 你喜欢大娘 就直接喊我娘吧 为什么 因为啊 大娘和娘 喊起来都差不多 听起来也差不多 以后你就不用再多叫一个字了好吗 大娘 不可以的 我娘叫洪佩莎 我爹叫洪正刚 除了他们以外 不可以乱喊别人爹娘的 平平安安 太好了 你们去哪里了 找了你们好几天了 义仗 安安 你们都好吧 好 乖 谢谢你照顾两个孩子 要不然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刚巧让我碰上了他们 义仗 大娘对我们很好 还给我们东西吃 还帮我一起找安安呢 有点小意思 你收下吧 这使不得先生 收下吧 这真的不用 不如敬意 平平安安 我们走吧 谢谢大娘 拼命祝您大富大贵 长命百岁 平平 大娘谢谢你的祝福 那你也要多保重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大娘再见 再见 安安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先生 来 安安不可以 平平平 平平 没关系的 这些呢 本来就是给你们吃的 你们吃吧 来 吃 来 平平 快吃 好吃吗 好吃 平平平平平平平 ん 她不是阿姨 她是姨丈 给你们请的佣人 有什么事情啊 吩咐她去做就好了 知道吗 可是 你看安安多开心呢 陪她去玩吧 姨丈 你怎么知道 我弟弟喜欢玩钢琴 当然了 只要姨丈想知道的事情 就一定会查得出来 只要姨丈想要的 就一定能得到 明白吗 哇 姨丈你好厉害啊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 找到我娘呢 当然可以 姨丈帮你找 哇 姨丈你好棒哦 谢谢你 谢谢你 王菲山 有人来保护你了 快点出来 快点 快出来 裴山 你来做什么 我听说你入狱 我心里很着急 我想尽办法 终于把你救出来了 走 我们回家 你不是挺希望 看到我落难的吗 裴山 你怎么这么说 我知道你入狱了 我心里比谁都着急 要不我怎么会 救你出来呢 这么说来 我真应该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我为你付出所做的一切 只为了你一声谢谢吗 那你为的是什么 难道 你还对我不死心吗 死心 我对你永远不会死心的 我想关心你 照顾你 爱护你 我只希望你过得幸福 我们俩能在一起 够了王海誠 别再跟我说这些花言巧语 听你说这些 是一种耻辱 好 你走 除非你不想见孩子 如果你想见平平安安的话 就不要走 跟我回家 平平 安儿 是谁 来 min好想你你 终于见到你了 幸福 平平 快告诉娘 他们要你做同样习的事情怎么样了 批平 他们要你做同样习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跟弟弟逃出来了 后来就碰上了一张 娘就放心了 萍萍 阿安 娘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们都还好吗 有没有吃饱 有没有穿暖 爷丈给我们买了好多新衣服 还给我们好多好吃的 还有他还给阿安 买了一架小钢琴 跟我们家那个一模一样 只是比较新 佩珊 这屋子 是我特意为你跟孩子准备的 你就安心住下来吧 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的孩子 我欠你的人情 将来会还的 平平安安 我们走吧 娘 我们在这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走啊 这儿不是我们家 我们不能留下 可是娘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呀 佩珊 这屋子虽然不大 可是他们需要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和孩子们留下来 也算是 我对你们母子的一番好意 你应该了解我 就算这里是金窝银窝 我也不会接受 你都什么情况了 你还坚持什么 苗姬已经被查封了 你一个弱女子 要带着孩子去什么地方 去哪都行 天下之大 总有我们母子三人容身的地方 要是真有容身的地方 你们怎么会流落街头 让安安病得昏迷不醒呢 你怎么知道 你派人跟踪我们 不 我没有跟踪你们 我是在关心着你 此处打听你们的下落 佩珊 如果你真为孩子们着想 就听我的话 离我先来吧 娘 我们就住下吧 外面风好大 天气也好冷 娘 仪仗对我和安安真的很好 她是好人 您就听她的话住下来吧 要不然我们又得去住破屋 林岚与弟弟又该生病发烧 那该怎么办呢 萍萍 有好多事情你不懂 娘也舍不得让你们俩受苦 但是娘必须要带你们离开 我们走吧 佩珊 你看 萍萍说得对啊 外面风好大 天气好冷 我知道外面风好大 天气好冷 我也知道我们母子这一出去 必须要面对险恶的环境 和不可预知的危难 可是我的不跟你有任何瓜葛 就算我们母子三人无处安身 冷死在街头 我们也不会接受你的 佩珊 佩珊 你 你这是何苦啊 孩子是无辜的 你这样做对他们是一种残忍 不是残忍 而是一种磨炼 我要让孩子们知道 什么是大是大非 请你让开 不 佩珊 请你让开 佩珊 我对你是诚心诚意的 你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们 那就应该帮郑刚洗刷冤屈 让我们一家团圆 这是我们唯一需要帮助的地方 也是你我一帮得上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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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小姐 你看你看 这叫什么鸟啊 小姐 这鸟叫交缝 对吗 人家说 这鸟最通人性了 你看啊 毛茸茸的 还有只小嘴儿 真讨人喜欢 什么讨人喜欢 我看得心烦 怎么会呢 多可爱啊 把鸟提出去吧 小姐 我叫你把它拿出去 听见没有 好 母妈 怎么样 小婷不喜欢交缝吗 要不 我去换两只白蚊鸟来 白蚊鸟它通人性 算了吧 易小姐现在的心情 就算你去换一对大鹏来也没用 温少爷 以后你就别费心了 是小姐她自己想不开 心情不能恢复 旁人做得再多也是白忙 无妈 这钱你收下 我想 如果她需要什么 你好随时去买给她 温少爷 你这是何苦吧 别白费心机了 不 这不是白费心机 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懂吗 只要小婷能够恢复 叫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你 走吧 你给我滚 刘嫂 你给我滚 刘嫂 我不走 刘嫂 你 刘嫂 我求求你不要捏我走 我以后躺姨父会小心的 保证再也不会把 夫人的姨父给掏换 别说了 去去去 快回家去吧 像你这种笨手笨角的下人 刘嫂 刘嫂 在我们李家根本待不下去的 刘嫂 我家有五个孩子要养活 你要是死了我 我这一大大小怎么活呀 我也是看人家的脸色吃饭的 你的事 我无能为力 去去去 快走吧 走 刘嫂 这位大婶 她已经说她家里有难处了 你就原谅她这一回吧 是啊 刘嫂 你 你是谁啊 我只是路过 我知道养孩子的辛苦 您就得让人处且饶人 高抬跪手 原谅她这一回吧 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我管理我们家的下人 要你来多管闲事啊 真是 我只是 是什么 快走开 少在这儿捣乱 出什么事了 吵吵闹闹的 夫人 阿菊她又把您的衣服给烫坏了 我不留她 没想到这个女人 她在这儿百般地阻挠 夫人 我问你 我问你 你跟阿菊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她没有关系 只是路过贵府 看见她被赶了出来 还听说她有五个孩子要养 夫人 您就高抬跪手 留下她吧 是啊 夫人 夫人 求您让我留下来吧 我看你不像是这里的人 你们住哪儿啊 大娘 我们没有地方住 可能要去流浪 去当乞丐讨饭 萍萍 不要乱讲 夫人 我们家遇到了困难 所以 我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夫人 我知道养孩子的辛苦 所以 请你留下她吧 那可不成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今天放过阿菊 那我以后要怎么为人呢 阿菊 你犯下的错实在太多 我们不能留你 夫人 不过 我会给你三块大羊 让你拿回去安家 往后啊 你自己要抓紧点时间 找上一份工啊 谢谢你 夫人 谢谢 刘嫂 你带阿菊到帐房那里去 织上三块大羊 给她拿走 是 夫人 走吧 谢谢夫人 萍萍 安安 我们走 等等 你跟我进来 走 走 坐吧 谢谢夫人 阿菊走了 我还要花工夫找人来顶替她 干脆你留下来干她的活吧 可 怎么 你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可是阿菊她 我已经把她给辞退了 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 怎么 就因为她你不愿意留下 我 我总觉得 我这事纠缠雀巢 我过意不去啊 你又不欠她什么 还帮了她大忙呢 你根本没必要这样 再说了 在我们家里干活 有吃有助 我还会按月给你发工钱 这你还需要考虑吗 好 谢谢夫人给我机会 谢谢夫人 萍萍祝您大富大贵 长命百岁 瞧这孩子 嘴巴可真甜呢 你叫萍萍是吗 是 我叫萍萍 那个是我弟弟 叫安安 萍萍安安 好 这名字起得真好 谢谢夫人夸奖 别谢了 待会儿我让刘妈 带你们到我们客房去 也带你到厨房 以及洗衣服的井边去瞧瞧 记住 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 千万别给耽误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夫人 娘 萍萍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帮您的呀 不用了 跳水的活儿你帮不了的 天这么冷回屋睡觉吧 娘 我一想到您一个人在这儿干活 我就睡不着 您就让萍萍帮忙吧 萍萍 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偏偏命苦 初始当了娘的孩子 你呀 吃了这么多苦 受了这么多累 不 我最喜欢当年和爹的孩子了 我觉得一点都不苦 我 萍萍 好孩子 萍萍 поним 现在 weitere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这说不不不 saint 赵aime 萍萍 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 娘 您忙了一天了 您休息 我来帮您干活 你还这么小 你能干什么呀 我可以帮您洗碗了 你那么小 怎么会洗啊 那我洗给你看看啊 娘 我这样洗行吗 萍萍 真能干 萍萍真能干 娘 我以后天天帮您刷完洗衣服 让您过舒服的日子好吗 娘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萍萍不乖啊 不 我 萍萍好乖 也好孝顺 是娘没用 要让你在这里干活 不能读书 是娘对不起你和安安 萍萍 娘曾经罚过誓 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也跟我一样 你不要多念点书 将来才能出人头地 也才能嫁给好人家 这也是娘最大的心愿了 娘 我只要天天和您在一起就好了 我读书没关系 娘 您别哭了 您要是再哭的话 萍萍也要哭了 别哭了 不 娘还是要想办法让你读书 你放心 娘一定会想办法的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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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